一年幾日,孫殯都說不舒服,就始終都沒有再寫到觸檢。 剛剛好那幾日,龐娟均沒有繁忙,就並沒有回家。 到了第六日,龐娟回來了,聽到孫殯連續這麼多日都不舒服, 再也沒有寫到觸檢,她就覺得有點奇怪, 立刻就帶著龐聰,一起匆匆趕到孫殯住的小院落裡面。 看見孫殯用手抱著頭,表情不知道多麼痛苦。 龐娟看見這樣,真是大驚失色。 孫殯,你做什麼? 孫殯閉不出,用手指指的頭,閉上眼睛,好像頭痛到什麼。 龐娟看著桌面的觸檢,看見好像以前一樣,一片都沒有多。 他走走眉頭,回到自己的書房裡面,就把販廚,醫生, 婢女和博人,一一叫過來詢問。 婢女說,這幾日,孫殯君每天都說頭很痛很痛, 有時候,這隻痛都說,抱著頭,一尾這樣扔心口,一字都寫不下來。 哦?那孫殯君飲食怎樣? 飯廚說,啟稟主公,孫殯君這幾日的飯量大了很多, 平時四菜一湯,孫殯君都吃不到一本。 但是這幾日,孫殯君不單餐餐,都飯菜吃清光, 而且還一味道要添飯添飯。 龐娟皺著眉頭,想一想,問老醫師說,孫殯君的傷勢怎樣? 回稟大將軍,孫殯君左邊的膝蓋, 昨天已經見到生了身皮, 右邊的膝蓋,今天也都埋了口。 昨天下午,孫殯君已經試著下床, 用兩隻手,撐在地上,走幾步。 照這樣的現象來看,孫殯君的外傷應該全康復。 那麼,孫殯君怎麼經常頭痛呢? 草民擅長的只是跌打外傷。 至於,這些頭痛生氣的,屬於撞腐之病, 草民衣術膚淺,看不出來。 這樣也不怪你的。 是啊,大將軍,孫殯君既然好起來, 我想問一下,我可不可以回鄉下,探望自己母親呢? 你可以走了。 龐娟點了點頭, 另轉身對龐衝說, 盧先生,醫好孫殯君有功, 再打上五餅金, 多謝大將軍重賞。 等這幫人走了之後, 龐衝的另轉身對龐娟說, 阿哥,孫殯君的確突然患上頭痛。 前日小弟就說, 要跟他另外請多個醫生。 孫殯君恐怕跟我們添麻煩, 只是一味說沒事沒事的。 小弟就問他醫生, 他說,單從脈相來看, 又沒有什麼大事, 所以小弟都沒有把他放在心裡。 嗯, 再觀察多一晚, 如果明天孫殯君還是頭痛, 就馬上請醫生來看看。 是, 小弟遵命。 翌日一早, 范廚拿著他食盒, 又來跟孫殯送早餐。 他一進來, 就見到孫殯, 原來自己已經下床, 用手撐著自己, 在院子裡面, 自己用手撐著他的身體, 移來移去。 走幾步, 突然間, 哎呀, 一聲怪叫, 雙手抱著他的頭, 躺在地上。 范廚看見他這樣, 大嚇一驚, 孫殯君, 孫殯君你做什麼呀? 我送你, 送早餐來呀。 連續喊了幾聲, 孫殯都不理他。 咦, 范廚大嚇驚, 立刻丟下他食盒, 摸摸孫殯的鼻歌, 再看一看他。 哎呀, 閉加火了, 你找, 原來孫殯暈了過去, 嚇到他又是捏人中, 又是拍膊頭, 又是搓他太陽穴。 但是孫殯始終昏迷不醒, 范廚見到這樣就害怕了, 即時倒了一碗凉水來, 當頭就淋下去。 孫殯被凉水一淋, 整個人打了冷震, 這樣才睜大眼。 咦, 他一眼看到范廚, 上眼之中充滿了驚慌的神色。 哎呀, 你, 你是誰呀? 范廚立刻說, 孫將軍, 小人是范廚嘛, 天天都服侍你吃飯的, 你不認識我了。 新手扶起孫殯, 又想把他扶回屋裡。 孫殯一縮手, 用手撐在地上, 好怕地向後連移幾步, 何況妖怪, 你想來害我? 范廚一聽, 咦, 不對勁啊。 他即時跪在地上, 孫將軍, 你不要嚇我呀, 小人是范廚呀, 我每天都為你送飯來吃的, 小人, 小人每天都服侍將軍, 將軍為什麼連連我都不認識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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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殯用手指著飯廚說, 你這個妖精, 還想騙我? 我乃天神下凡, 身邊有八萬天兵天將, 你個這樣的小妖, 還可以害得我嗎?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一邊笑, 一邊就用手撐在地上那裡, 伸手敏熱的, 嘶嘶嘶嘶, 連移幾步, 就閃進門裡面, 啪啊聲, 將門關到陷一陷, 犯著聽到孫殯說了這些東西, 哎呀, 閉加火, 這雲大件事啦。 他即時轉身, 就駁回到外面跑出去, 一下子就跑到大堂上面, 大師兄叫說, 閉加火啦, 大將軍, 閉加火啦。 龐宗就匆匆走出來說, 飯處, 亂叫些什麼呀? 大將軍這次一早上朝, 夫人還在睡覺, 你這個大夫小叫, 是不是想不要狗命呀? 不是呀, 總管大人, 小人該死, 小人該死, 小人一時間急起上來, 這樣才大叫的嘛。 有什麼這麼大件事, 讓你急成這樣呀? 嘿嘿嘿, 總管大人呀, 孫將軍, 他瘋了呀。 龐宗聽到, 不如都大驚失色, 什麼呀? 孫將軍瘋了? 他怎麼瘋的? 嘿嘿, 回找總管大人, 小人不知道呀, 剛才我為將軍送早餐, 誰知見到將軍的時候, 他一下子就整個瘋了。 龐宗聽到, 馬上飛奔去後院, 飯廚見到呢, 也跟在他身後, 兩個人剛剛轉過長角, 來到後花院的時候, 遠遠就見到, 孫殯住的那個小院子裡面, 濃煙滾滾。 龐宗一見, 哎呀, 孫將軍住的地方失火呀。 兩個人拼命跑過去, 衝進院子裡面, 馬上撞門, 撞了幾下, 門槌被他們撞斷了, 兩個人進去, 只見房間裡面火光紅紅。 孫殯將本來放在床邊的一大堆竹筋, 無論是有寫字還是沒有寫字的, 全部就丟進火堆裡面燒緊。 孫殯坐在火堆邊, 裡面呢, 就將竹筋墨染墨條, 就丟進火堆裡面, 一邊大聲地叫, 哎呀, 好冷呀, 好冷呀, 快點來背一下火呀, 好冷天時呀。 龐宗見到他把竹筋燒光, 哎呀, 這樣還行呢? 一個戰步衝上去, 在火堆裡面, 將幾片仲燒著的竹筋搶了出來, 丟在軒筋裡面, 快點踩死了上面的火, 但是呢, 最大那塊燒了半截了, 上面的字跡更加無不清, 哎呀, 糟了, 糟了, 我大哥呢, 最心痛的這些東西, 哎呀, 想不到被他一把火燒光了, 另轉身看看, 看到孫殯呢, 好像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一樣, 還猛地把東西丟進火堆裡面, 後來, 連枕頭棉皮都丟進去, 哎呀, 糟了, 糟了, 他看到他真的瘋了, 快點, 拖他出去先, 拖他出去先, 他和范柱兩個, 冒著龍煙衝進去, 一人戒一隻手臂, 把孫殯拖命拖了出來院子裡面, 這個時候, 其他的瘋人見到龍煙滾滾, 紛紛跑過來, 有些拿著水盆, 有些拿著水桶, 在河花池打水過來, 撲曬火, 旁聪見到淋曬火了, 才吐了一口氣, 對范柱說, 你在這兒守住先, 我馬上叫主公回來, 旁捐退朝聽的這件事, 也馬上坐車回來, 剛剛來到院子裡面, 就見到旁虎上下幾十人, 全部都圍在院裡面, 孫殯坐正在正中, 目光外際, 兩隻手不斷亂舞, 向著空中大叫話, 各路神仙聽著, 四海龍王六丁六甲, 現在又妖魔鬼怪來侵犯我姜濤啊, 玉王大帝, 叫我瞎犯錦那, 你們要聽我調令, 如有抗命, 定站不要。 原來兩隻手不斷拍著自己的大腿, 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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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杖點兵,東海龍王挺令, 命你带三千下兵去山中埋伏 南山猴子挺命 本将命你带猴子兵三千 在河中埋伏 华山蛇精挺命 本将叫你带三千蛇兵 带来点火之物 旁军越听越来皱线眉头 他走上前突然大叫 孙兄 孙兄 谁知孙殡根本好像听不到他说话那样 一味揮手 一边口里大叫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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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军面试一变 他大开声 孙殡 你认不认得我啊 孙殡咚咚咚 打側的头 登实旁军 看了一阵就说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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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口里面一路动动动的响着箭鼓 一边两手乱舞 似乎真的要拿着枪 来和旁娟搏杀 旁娟皱伸眉头 凌转身 走开几步 叫了饭出来 听说我是你最先看到孙将军发癫的嘛 回品主公 今早小人好像平时那样 送早餐给将军吃 谁知一开门就见到孙将军坐在丸子里面 口里面自言自语都不知说些什么 小人叫他吃饭 他又不回答我 小人就急了 叫了几声 孙将军忽然一声大叫就昏了在地 小人就当然害怕了 又捏个人中 又初个昏正 将军都不醒了 小人急了上来 就拿了碗冻水淋醒他 谁知他一醒了 就整个人疯了 一味说小人妖魔鬼怪 小人吓死了 就立刻去叫人 等小人和总管来到这里的时候 孙将军在屋里面放了火 后来的东西大家都看到了 旁军见到饭盒还扔在旁边 他硬着一轮 将饭盒拿过去 在里面 拿出一张烘饼和两只鸡蛋 放到孙笨面前 说 烘饼拿到来了 孙兄 你吃吧 孙笨的口里面 还在那里 冻冻冻的 雷紧鼓 转转头 一见到地上 放着烘饼和鸡蛋 突然间一手就拿着饼 一手就拿着鸡蛋 向空中堂墓 他说 哈哈 好啊 好啊 玉皇大帝 送了我两件法 不好来啊 妖魔鬼怪 谁过来受死 动动动 动动动 他突然间 大几个声音说 你个魔头 居然在背后 够胆偷杂本掌 仇我一旦 将鸡蛋 突然间向背后的饭槽 一扔扔去 饭槽 猜都猜不到 孙笨会突然间 扔自己的嘛 避都避不及 啪一声 被一只鸡蛋 打正胸口 都没来得及 到他反应 孙笨就撕碎了饼 咛咛咛咛 几块饼碎 向众人扔过去 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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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家 搞得真是鸡飞狗走 本来站在最前边 那几个屁女 吓得鸡瓜鬼震 大家就立刻避开 看到众人避开 孙笨就拿着手里面 剩下的鸡蛋 由左手扔到右手 右手扔到左手 嘿嘿 你帮魔头 看谁还敢来送死 那帮博人 见到这样就即时 又打后退多几步 唐娟就见到事情越搞越和 大开声说 你这帮人 从那儿等什么 还不快点滚 等到整帮人走 唐娟就张信张疑地 看着孙笨 过了一阵 先咒着尾头 大大步地走开了 一来到客厅 旁冲就立刻跟着上来 手里面 拿着自己抢救回来的几片竹简 递给旁冲 旁冲看一看那两片竹简 哎 烧了剩下半条 拿来都没用了 冲弟 你有没有看出 孙笨是诈癫 什么 诈癫 这个孙笨 敢做何苦呢 大哥 你怎么知道孙将军是诈癫呢 就是这几片竹简 如果他真的是癫 孙兄怎么会去烧这竹简呢 大哥 小弟真的看不明白了 孙将军不是专专烧竹简的 我见到他当时大声说冬 把房里面烧得着的东西 全部丢在火堆里面 如果不是小弟及时抢救 恐怕整间屋都被他烧了 冲弟 你这个人太老实 怎么会穿孙兄的诡计 可惜他太过聪明 这条虎肉计也都燃得过分 那才露出破绽 虎肉计 大哥 什么叫虎肉计 你有没有听过 壮事断致 这句话 当年 吴国太子派专柱 杀了吴皇陵 自己继承皇位 这个人 就是合雷了 吴皇陵的长子 这些庆祭逃走去到惠国 准备复首 听说 这个庆祭 是吴国的第一勇士 万夫莫敌 合雷和五子衰 夹底 派了一个剑客要尼 要去惠国行刺 庆祭 但是庆祭太打得 要尼都没有把握 埋得他身 于是他就想了一条 刀祭斩了自己的右手 又将自己一家大势 含爛得杀了 然后对外就说 这些事都是合雷做的 逼到他要投奔庆祭 庆祭见他这么惨 所以对他深信不疑 将他当成心腹 结果就被要尼刺杀 哦 原来大哥说的 壮事断臂的虎肉计 就是说 要来杀妻滅子 斩断自己的右手 没错 那你也说 孙将军现在诈颠 也都行这条虎肉计了 冲帝你有所不知 在山谷里面的时候 先生传了一部兵书给大哥 叫做吴喜兵法 又传了给孙兄另一部兵书 叫做孙子兵法 大哥呢 一早就将吴喜兵法 又拿给孙兄看 孙兄本来都答应 将孙子兵法就传给大哥 但是他一直都未肯传授兵书 后来又暗中瞒着我 勾结齐国秦国 被陛下发觉 陛下本来要杀了他 大哥因为跟他有八拜之交 又情心意重 在朝堂之上 舍死补了他的命 陛下都因为你大哥立下的功劳 才将孙兄改成殡刑 行刑之后 大哥又将孙兄让在家裡 十几日之前 孙兄记起以前的承诺 要大哥准备好竹简笔墨 本来说 要将孙子兵法抄给大哥 谁知刚刚抄了个开头 他就 孙将军为什么不想抄这部书呢 唉 你敢都不明白 孙子兵法 是世间孤本天下部书 当日鬼谷先生 传授给孙兄之后 就已经消了部书 现在天下间 只有孙兄的头脑里面 才记得这部兵书 如果他传给大哥 大哥就成为天下间的第一兵法家 事问天下 还有谁可以将我抵挡啊 哦 旁宗又点点头啊 这么看我就明白了 我想孙将军 因为一时妒忌 所以不想将兵书传授给大哥 那么在山谷之中 贵谷先生 为什么又不将这部书传给大哥呢 旁军叹了一口气 都是怪你大哥 想着要找陈镇报仇 所以执要提前出山 那才错过 哎呀 这么说法 旁军就发火了 这个孙笨实在太可恶 大哥敢对他 他不想着要报答 反而 总得杀这些这样的手段 大哥 你放心吧 这件事你交给我 他既然诈颠扮傻 我就要看看 他扮得多久 他扮得多久 他扮得多久